今秋九月开学季 来自台湾的吴诗奇收拾行李告别家人 从上海骑程前往华侨大学厦门校区报道 正式开启了大学生活 作为2021级的新生 吴诗奇跟随大姐吴谦荣 二姐吴怡婷的脚步考入了华侨大学 一家三姐妹先后登陆成为校友 第一次觉得大学生活就是很新鲜很新奇 然后之后慢慢姐姐就会分享一些 她的老师 她的同学 学姐 学长帮助她的过程 然后呢我也会去在择校的时候 去搜索一些关于华侨大学的各种资料 常听姐姐们讲述华大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多元的校园文化 目睹两位姐姐的成长蜕变 吴诗奇也心生向往报考了华侨大学 吴家三姐妹中老大吴谦荣 今年七月刚从华侨大学美术学员毕业 放心不下妹妹的她 此次特地全程陪伴 时隔两个月重回母校 吴谦荣坦言 刚进华大时很迷茫 但在老师 学长学姐带动鼓励下 逐步建立了自信 在校期间 吴谦荣还担任了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组织策划各种文体交流会活动 优异的表现让她收获了诸多荣誉 平时她也会把在学校参加的各类活动分享到朋友圈 她们就耳濡目染 包括偶像奖学金 其实我拿的也蛮多的 对 所以她们就觉得各方面好像华大都很特别 又很不错 然后姐姐怎么就是又可以发展的这么好 然后学习到 因为我是我自己认为 就是我家长也觉得 我上大学之后我成长挺多的 就是跟高中那种思想啊 或者是那种目标啊 就是有很大的改变 对于即将入学的吴诗琪 有着丰富经验的吴千荣 特意写了一封信 提醒妹妹各种注意事项 已毕业的吴千荣 打算先前往英国留学 再回大陆工作 吴怡婷是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大四学生 毕业后想继续在大陆读研 刚刚报道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吴诗琪 也希望未来能留在大陆电视台工作 每个人选项不一样 但是我肯定会留在大陆发展 因为我个人觉得 在大陆能让我帮 给我的帮助可以更多 作为大陆最早招收台湾学生的高校之一 华侨大学今年 共录取台湾学生352人 吴千荣认为 台湾青年来大陆求学 是两岸青年交流 很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有了交流 所以我们才会能更加了解 对方的这个人 这个包括大陆的文化 他那个地区文化 或者是大陆的同学们 对 所以这个其实 来到大陆是 来到大陆旧学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 吴千荣三姐妹 向约扎根大陆祖籍地 来自菲律宾的华裔双胞胎姐妹 邹金和邹青 也很想了解自己的根 他们的父亲是江西人 母亲是菲律宾人 出生成长在菲律宾的双胞胎姐妹 小学到初中都在华校学习中文 为进一步了解父亲心心念念的家乡 他们今年也一同考入华侨大学 我选国际贸易 因为我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 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发展很快 我觉得我想在中国工作 因为我将在这里生活 因为我一直在菲律宾嘛 就是想更了解中国文化 想在这里看看亲戚 据了解华侨大学2021级本科境外生 共录取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 华侨华人、港澳台 以及外国留学生3358人 占本科新生总人数的38%左右